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一块看似平凡 但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香皂 竟然可以如此趣味盎然 我们生的手工皂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之前都是帮客户做代工 但是后来觉得 不能一直做代工 所以差不多在两年多前 我们就考虑设立自有的品牌 取名为玛丽贝拉 也希望说能够把品牌发扬广大 多年前 创办人赵定宇的太太 为了家人的健康 开始学做手工皂 了解到手工皂的好 深深被手工皂 既生活又多变化的特性所吸引 使太太致力于创造出 不同面貌的手工皂 那每一个叶片呢 都有入到我们的绿色的皂液 这时候呢 我们的白菜要慢慢地放下来 接下来放冰箱加速硬化 玉白菜已经硬化了 我们就来做脱模的动作 看整个叶片都非常的完整 当初会喜欢玛丽贝拉 他们的手工皂是因为 我蛮喜欢老板娘的理念 因为她当初是对孩子的爱 所以她去创造这个手工皂 然后在我自己拿去回去洗之后 我觉得她的泡沫很细致 很好重洗 因为她们的配方是自己配方的 所以没有含那个防腐剂 跟能工香料 对皮肤洗起来呢 很滑顺 然后不会造成刺激感 手工皂的成分 最主要的是甘油 是一个天然保湿的成分 再加上精油的调配 让每一块香皂 散发出不同的香气 而色彩的调配 使用天然植物萃取 让大家都能用得安心 我们特别着重 富有丰富色彩 及造型的手工皂 那我们命名为 艺术创意手工皂 这个在台湾市场上呢 也不多见 国外也很少见 这类型的手工皂呢 强调造型的多样化 尤其是颜色的搭配 跟协调性呢 特别重要 它的制作的工序呢 也比较复杂 也耗时 另外呢 我们可以帮客户呢 客制化生产 那我们期望呢 这样子的手工皂呢 能够以不同的面貌 呈现给消费市场 当时公司要送给国外顾客一些 代表台湾性的赠品 所以我就找了 玛丽贝拉客制化的这个炊鱼白菜 那说到的顾客呢 觉得非常独特 因为它的造型很特别 颜色也很漂亮 重点它成分很天然 所以拿来做清洁也不会造成负担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来找他们做客制化的一个服务 企业可以透过客制化的香皂来表达他们的文化 用赠品的方式传达给客户的理念 相对也达到宣传的效果 除此之外 可爱的造型手工皂 也能吸引到孩子的目光 让孩子们爱不释手 小朋友他们在洗手的时候呢 他们第一个会 当然一定会先把玩 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东西很特别 从来没有看过 然后就这样一边洗 然后一边这样看 然后玩玩玩 我觉得他平常可能 清水洗一下可能一秒钟吧 他这样洗手好久啊 大概三四秒到一分钟 然后就觉得好特别 就是那种感觉他们就是非常喜欢 然后洗完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 洗手不是再是那么无聊的事情 我们希望在手工皂这个领域呢 成为领导品牌之一 除了持续拓展国内市场 我们也积极开发国外的市场 目前我们有英国 美国 以及澳洲的客户正在洽谈中 目前手工皂的购买方式 可以在官网参观选购 而品牌也期望 藉由活泼及色彩的多样化 开发更多不同的造型 呈现给消费者 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也希望在领品市场里 成为优先受欢迎的项目